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第21個囉 這個PE 這個是學校考試中絕對不可能會出現的 因為學校考試的時候 前方它會給我們自首 好比說你今天要測驗Apple這個字的時候 它會給你A開頭 然後E結尾 那你在中間填的時候 你就要在前面的答案填上去啊 A P P L E 是吧 這個用法會是國中裡面常好的題目 那我們為什麼說不會 因為給你自首PE 給你自首PE 答案全部都出現了 所以這個字是不可能會拿出來考試的 那你要會認就是所謂的體育就可以了 那它是所謂的Physical Education的縮寫 這個字一樣在國中階段 我想對國中生來說是有距離的 因為Physical這個字 是比較偏向於高中等級的單字 它這個字本身就是身體的的意思 這個倒是可以認就可以了 身體的 那或者是那種生理的 我們在講這個 這個生 生理的 這叫做Physical 然後後面的這個Education 它有時候常常會縮寫為叫做EDU 這個字就是所謂的教育 所以你是生理上的教育 它就變成叫做體育課 好 那它的例子講了 My uncle is a PE teacher 我的舅舅是一位體育老師 以及最後一個單字 這個字念作 warm warm 溫暖的 那這個字要怎麼說呢 後面還有一些 這個不能說是最後一個單字 它說啦 Terry is from a warm family 它來自於一個溫暖的家庭 a warm family 這邊的延伸叫做warm up 這叫做熱身 所以我們在做體育課的激烈運動之前 一般來講都需要做暖身 這個熱身就叫做warm up 或者是老師在做一些活動的時候 前方都會有一些些小小的暖身活動 要準備讓大家進行主要活動 那個時候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叫做warm up 好 再來是第23個單字 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左上角 這個叫做farmer farmer 那看到這個單字的時候 它下方也幫我們做好拆解囉 所以也不難 好比說這個叫做farm 這個字叫做農場 念作farm farm 那我們在講到背英文單字的時候 這邊的er可以先把它記下來 這個結尾表示什麼樣子的人 所以你在農場工作的人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稱之為叫做農夫囉 所以它的例子講啦 My grandpa is a farmer My aunt is a farmer too 所以我的爺爺是農夫 我的阿姨她也是一位農夫 那再複習一次我們這個tube用在的是肯定句 而前方必須要有一個逗點在嘛 那我們來看看其他常見的單字還有什麼東西呢 好比說啦第一個這個字叫做work workwork 有在我們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那你們看到的就是專門報導的這個人也就會是記者了 好 再來是第三個 Panter Panter P-A-R-N-T-E-R Teacher 所以 teach這個字本身就是教 專門教別人的人 他是誰 他是不是就是老師或者是教師的意思囉 好來再來 這個字相對來說 他沒有特別遵照規則 為什麼 因為他字尾已經是一個e了 那你就直接補一個r dancer 所謂的dance就叫做跳舞 那跳舞的這一個人 就把它稱之為是一個舞者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個囉 這個字叫做cook 好了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加的er 這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說cook好像說那是不是煮飯 後面是煮飯的人 那是不是變成我們的廚師 答案並不是廚師齁 我們這樣子寫廚師的時候那就錯了 他答案不能是廚師喔 為什麼呢 因為下一個單字可以幫我們解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單字叫什麼 剛好就叫做cook在 那所謂的cook叫做廚師 當作動詞的時候是主 所以他本身就兼具有廚師的意思了 好比說我們第一個例子啦 my dad is a cook in the restaurant 在這家餐廳 我爸爸剛好在裡面當廚師呢 那麼第二個叫做一字多一的動詞 這個字就是主 所以可以看一下動詞變化 要加s 那如果說在國二的時候 我們會學到過去式 你要學到加上ed 如果剛好正在做這個分詞型態的 正在做 我們要用的是ing 好比說例子啦 David is cooking dinner for his children 他現在正在煮晚餐 要給他的孩子吃呢 好接下來我們回來剛剛的問題囉 Cooker 這個地方是指鍋具 在廚房裡面幫忙做烹飪的那一些鍋碗、瓢盆的那個鍋具 我們就稱之為叫cooker 所以這一個地方跟上方的那個er 它這個地方就不能代表是人 這是一個例外 可以把它留意一下 好再來是第25個單字 這個字叫做nurse nurse 護理師 或者是護士 那這個字也蠻簡單的 好比說啦 the nurse is nice to me 那護士或是護理師對我還蠻好的 這個護理師跟護士齁 其實常常就會搭配的是另外一個字的出現嘛 這個字叫做doctor 這個字我相信再等一下 好像應該會出現了 也就是跳兩個地方會出現 那這個doctor既然有講到的話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吧 第27個 等等我們再回去第26個囉 那這個地方念做doctor 要做醫生 要特別注意的是 它的尾巴平字 不可以平成er 這個尾巴的拼法是d-o-c-t-o-r doctor 所以doctor 我們縮寫可以是dr 你要加上一個點齁 那麼這個字也是表達所謂的博士的意思齁 這個地方加上博士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啦 Doctor Wu is our family doctor 那吳醫生是我們的家庭醫生 或者是博士 Doctor Chen is my college teacher 陳博士是我的大學老師 一樣這個doctor是一字多一的地方 那我們就不得不來講一下 有關於看醫生的說法 今天生病了 我們要去看醫生可以怎麼說呢 第一個這個字叫做see a doctor 第二個說法這個字叫做go to the doctor 好來第一個see a doctor 第二個叫做go to the doctor 這個地方不是因為你沒事想說那我今天去看看別人好了 剛好去看一下醫生 不對 這個字是本身你真的生病了 要去看醫生 這個叫做see a doctor go to the doctor 那這兩個有一點難 難在哪邊 難在我們的冠詞跟不丁冠詞 注意一下上方這個地方必須要使用的是the 下方這個地方必須要使用的是the 它沒有為什麼 它就是一個固定的用法在 所以它跟我們的中文裡面 它是有距離感的 中文裡面並沒有所謂的這種the 跟the 這個很特別的區分方法 所以身為英文不是母語的我們 在學起來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難度的 所以這個地方要留意一下 好 再來我們回來第26個單字 這個地方其實剛剛有已經講過了嘛 也就是women 它的複數形態是women 你要念叫做women women 要發的是e的印號 再來a這個地方它問說 who is the beautiful woman at the door 所以在門口那個地方那個漂亮的女人是誰呢 she is Lissa's mom 她是Lissa的媽媽 所以這個地方的mom就是小寫嘛 因為前面有一個所有格就是誰的媽媽的時候用小寫 好 再來補充一下有關於lady 這個就是用來講就很大多數的女士都可以 所以我們那個複數 常常在演講中會聽到 先生女士 我們英文就會說ladies and gentlemen ok 這個是地方它是去外加上ies 它的複數形態 ladies and gentlemen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第28個單字囉 28個這個是我們剛剛有看過的 這個叫做高級中學簡稱高中 英文叫senior high school 那這個地方的senior就是年紀較大的 我們可以推算得出來junior high school 那個國中的junior 當然就會是年紀較小的囉 好比說啦 my aunt is a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er 我的阿姨是一位高中老師 好這個是詞篇上的意思囉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右上角第29個單字 第29個這個字叫做所有格的我們的 用來表插our our our 所以是後方有一個文法概念要特別記一下 必須要加上的是名詞 所以今天我們中文講說我們的 然後你就句點了壞了 我們的什麼東西壞了 你就沒有講 大家就會在思考著說 你到底是什麼東西壞掉了 那你這個地方一定要把這個名詞補上去 好比說 is that our car 那是我們的車嗎 這個地方的car 那就是一個名詞嘛 再來 no it's not 這不是喔 our car is over there 我們的車子在哪裡 在那裡嘛 所以這個our 它是我們 中文裡面在講we的時候 它是我們 必須要放在主詞的位置 our 這個叫做我們的 中文的翻譯如果有出現這種我們的 多數我們就要把它翻成為叫做our 至少在國中了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翻成叫做our 那再來是第30個 這個地方叫做pet寵物的意思 p-e-t pet 寵物 我們先看一下例子囉 the cute dog is Mary's pet 那個可愛的狗狗 是瑪莉的寵物呢 就是Mary's pet 那麼講到寵物我們一樣 如果要搭配這個動詞的話 這個字叫做養寵物 那這個養齁齁我們可以用一些動詞來說明 第一個最常見的叫做raise a pet r-a-i-s-e 再來是第二個叫做keep a pet 那第三個你當然也可以說叫做have a pet 這三個動詞raise a pet have a pet 還有keep a pet 中文我們都可以把它稱之為叫養寵物 這一塊可以留意一下 那另外一個常見的用法 它其實帶有一些些負面的意思 這叫做teacher's pet 就是老師的寵物是什麼 也就是班上可能有一些學生 他不管怎麼樣都是站在老師的那一方 深得老師的喜愛 以至於其他同學們都非常的討厭他 所以他就會說啦 這個傢伙應該就是一個老師的寵物啦 teacher's pet 好再來是第三十一個 這個字叫做cute 可愛的 cute形容詞叫做cute 那他的例子說啦 my one year old brother is cute 那一歲的弟弟非常的可愛 那在這個地方留意一下 這個hyphen 也就是所謂的小小的這種槓槓的東西 他把這些詞彙都框起來了 他其實就會進化聲格變成是一個形容詞 他去修飾的是後面的這個弟弟齁 所以是我那一歲的弟弟 那必須要使用one year old 也就是那個hyphen把它連起來 好再來是第三十二個 這個字叫做好的好心的 英文念得做nice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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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一下他的例子喔 wallace is nice to his wife 那wallace對他的妻子或者是太太 真的蠻好的 所以我們可以延伸出一個慣用的句型來 這個就叫做 it is nice of 人 後面要加上的是這個人齁 那要留意一下 我們去修飾人格特質的時候 介系詞必須要搭配的是of在 所以人家今天幫了你一把 你要跟他說你人真的好好喔 英文怎麼說 it is nice of you 或者是你要把它講完 it is nice of you to help me 你可以幫助我 你人真的是有夠棒的 這個地方的慣用句型 可以直接把它背起來 所以與其背這個nice 叫做好的好心的 那我們就不如直接背說 it is nice of you 好那這就是有關於我們在第一課的單字 接下來我們就下一堂課再見囉 see you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